另一方面 柯文哲的对手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的连胜文 宣布参选以来总是被外界拿来 拿放大镜检视 这个权贵的包袱始终摆脱不掉 为了更贴近选民 连胜文扫街败票的时候 始终是90度的弯腰鞠躬 还不使用台语沟通 就是希望能够拉近和基层之间的感情 连胜文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思考之后 全力支持连胜文 我今天要在此宣布 不但包装还有高中 我将参选市长选举 连胜文 好累 我那天好累 我那天我要去扫街 扫五个小时你知道 自嘲体力不好 但就算偏远山区还是要去 不是第一次来连胜文熟门熟路 谢谢不好意思 来来来 我怎么抽鞋 没有 没有 谢谢不好意思 抱歉你 抱歉不好意思 总挂嘴边 这些习惯都是从小养成 那我一直知道说 连胜仙呢 他的教教管教是很严的 我记得有时候以前 我们都如果说到他家吃饭 我们这些没做下来 他是不能做的 除了有礼貌之外 现在连胜文就算到基层拜访 也会随身带着纸笔 随时记录重点 你看像你一讲 你一讲都会 我马上可以想到说 其他地方我们也遇到过 同样的问题 大体工程处 他们有专业的就 然后去公所就没用 知道问题在哪 但怎么解决 连胜文拿下眼镜 揉揉眼睛 仔细想先不开支票 因为得通盘考量 就像推出的政策白皮书 字字句句 连胜文斟酌得很 刚开始写出来证件 是厚厚一本 他说我不要这种厚厚一点 我金钱版拿出来 他又有问题了 他说这个怎么会是这样 有人甚至跟他讲说 胜文 你现在是在选举 你不是在当市长 包仲查 包仲查 一定动算你了 这报位的包仲 多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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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慎 高标准 陈汉 连胜文 共事过了林志盈 这么形容他 工作上一丝不苟 激进龟毛 但私底下大喇喇 跑行程 简单T恤短裤 甚至脖子上的毛巾 没拿下来就直接受访 就这样子吗 好 可以了 员工跟他一起去上厕所 男生厕所小便宗 他说 噢 当 哇 你尿这么大 这么大声 有没有事啊 最近呢 水喝了很多啊 他就是这样的人 从这种对话当中 你就知道 员工跟他的距离 看这个隔壁 这个隔壁 比喻软道有级的 要更贴近选民 连胜文市情况 自动转换语言 苦练多时的台语 派上用场 一定要拜祭 你给我堪秦台课好不好 好 台语越说越冷凳 不只言语 连胜文弯腰鞠躬 融入基层 这是权贵形象吗 连胜文腰和选民面对面 打破外界刻板印象 或许就是事胜关键 谢谢